大家好,建议了5月份,高温高湿是蝴蝶兰的生长往生级 我这颗蝴蝶兰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购买回来的 当时它还没有冒出新根,也没有冒出花芽 给它化苗一个星期之后就给它更换了盆土 盆土里面给它加入了一种小白粒 这种小白粒其实就是一种长效肥 就是这种长效磨肥 这种磨肥用来做积肥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首先我们不用担心它会引起肥伤肥害 因为这种磨肥以及它缓释肥不一样 缓释肥一旦遇到水或者是高温 它释放的养分特别快 就容易造成了烧根烧苗的现象 而这种磨肥不容易水 就算我们直接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它也不会溶解,也不会释放养分 它释放的养分过程主要的就是 接触到这些根式之后 它才会分泌出有机酸 才会分解出养分 这样才不会造成肥害肥伤 像这种肥对一些新手花油 使用的是非常好的一种肥 看上我这个杯里面 就是放了磨肥给它浸泡了好久了 给它捞起来完全没有出现溶解的现象 所以我们种植吴德兰给它使用这种磨肥 用来做积肥是非常适宜的 主要它是一种高磷高磷肥 磷气咬下的促使花芽分化的多 所以看上我这个花剑长得比较粗壮 还有一点就是它长的新根花剑为什么这么快呢 给它更换了盆土之后 就是尖旗给它使用了三次这种101活力素 这种活力素主要它是可以激发脊植 细胞因子有效的激活 生长细胞能够让它快速的生长 这样它恢复生长快了 失收功能就会强 脊柱就会长势旺盛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